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杰尼斯偶像龟离河野和申田公子 最近才因为主演电视剧传出绯闻 演出多场新密戏话题不断 电影描述日本间谍培训学校的故事 华丽动作场面毫无冷场 另外本周上映的新片还有黑色喜剧《倒贴人生》 美国男星杰西·艾森伯格 一人分饰两脚 全是长相相同却个性迥异的上班族 探讨人性害怕被取代的恐惧 电影《倒贴人生》改编俄罗斯统名小说 胆小孤僻的上班族 遇见和他长相一模一样的职员 对方不但自信风趣 还夺走他的工作和心仪的对象 剧情充满英式幽默 诉说办公室里人人都怕被取代的恐惧 日本超人气偶像龟离河野 在电影《低机关》饰演天才间谍 窃取美国大使的机密文件 和各国情报单位展开斗志 归离河野不用替身 所有爆破参战场面全青春上阵 女主角申田公子则饰演神秘女優 和归离河野有多场亲密对手戏 为电影增填话题 拼障人士拨打色情电话 入股内容 考导负责翻译的陈情接线声 还有喜好角色淡眼的丈夫 因为入戏太深 用发连串笑料 起居电影《爱爱小确信》 有15对为了改善关系的男女 在性生活上增加巧思 却弄巧沉着陷入窘境 他现在想我做什么 他杀了我 我叫O O 我已经给了我很多朋友 早安 嗨 大家好 原本滚的身材和六条小短腿 外星人可爱模样蒙翻以迷 空工厂最新3D动画 好家在一起 牛树外星人攻占地球追逼人类 机智过人的小女孩 和被放逐的外星人欧仔 成为好友展开冒险旅程 夕阳歌坛两大天后 珍妮佛罗培兹和雷哈娜 卫定配音 莫天荒在片中演出母女党 歌迷相当期待 中央社综合报道 台湾新锐导演赵德映 带着代表做冰毒的女主角 吴可西现身纽约 文化部驻纽约台北文化中心 与亚洲协会 合作举办赵德映导演影展 放映她入行后指导的三部剧情长片 以及近期的短片作品 亚洲协会策展人许娜 称赞赵德映的指导功力 希望把她的作品介绍给纽约观众认识 赵德映 赵德映的这么年轻 拍这么好的电影 然后到国际上 很多不同的演讲 放映她的电影 是非常难得 然后她是从缅甸来 她从前家庭的背景 是很贫穷 所以现在有这么大的成功 是很难得 所以我们很想有 现在的智慧 在纽约 把她介绍给观众认识 近年来赵德映代表台湾 穿梭在国际各大影展 其实她出生在缅甸 16岁才来到台湾念书 在金马电影学院 侯孝贤导演 以及李安导演等名师的指点下 开启人生新业 逐渐实现她的电影梦 她的三部 包括冰毒在内的剧情长片 都是以缅甸生活为背景 被称为归乡三部曲 她自己表示 定居台湾17年 想法行为已经是台湾人 自己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例证 归乡三部曲最终回冰毒 描述缅甸底层 毒品交易的残酷现实 由于预算有限 实际拍摄期只有10天 成果却深受 柏林影展 爱丁堡国际影展 以及瑞典影展的肯定 赵德映也以这部片 入围第51届金马奖 最佳导演 这几年的努力 让赵德映在国际间 累积了一定的粉丝 因此这场影展 吸引了不少影迷造场支持 赵德映与吴可西分享拍摄经验 获得观众热烈回应 中央社记者黄兆萍 纽约采访报导 歌手吴克群热爱运动出了名 这回边耍帅边示范跑步 热情代言5月登场的 北海岸公益路跑 吴克群鼓励大家 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 像是打篮球和跑步 都是最省钱又最健康的减压方式 因为我很喜欢打篮球 对就算打到再累 就是通告再多 我也是一定要打球的 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一个 你爱的运动 那而且一定要有朋友一起跑 或者是一起打球 像我都会有一群死党 大家一起陪我 说是代言公益路跑 媒体最关心的还是吴克群 和澳门赌王千金 何超连的恋情 两人虽然分隔两地 交往三年来感情稳定 就有一个共识 给彼此多一点的空间跟时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啊 结婚这个也是两个人的共识 刚好这个就没有共识了 为什么 老实说我从小就没有这个规划 对所以 对最后可能会孤老终生 没关系我有很多的好朋友 吴克群把话题转回路跑行程 活动将从潜水湾开跑 途经石门和老梅等知名地标 还有一小段沙滩浸跑 享受摊头逐浪的快感 每位跑者的报名费 将捐出一百元给公益团体 协助受报富佑生活重建 和弱势而少脱困计划 中央世界的张志燕张雅婷 台北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南韩新生代男神李忠硕二度访台 特地秀台语向大家打交呼 还跟主持人献学献卖逗乐粉丝 所以看到粉丝就要说 水 对 大家我爱你 李忠硕因为在韩剧《皮诺秀》中 演出记者角色 人气高红 和女主角不幸会成为新一代的影无情侣 剧中深情形象 辱获观众的心 不过谈到现实生活中 喜欢的女生类型 李忠硕再度提到 近年许久的女神 李忠硕因为外形秀气加上白皙皮肤 或许作品大多主演少年或是可爱型角色 她表示希望未来也能够挑战打斗戏 展现男性魅力 这让谢谢孙仲达台北采访报导 南横女团FX美籍台裔团员 Amber来台举办签名会 宣传solo出道第一张迷你专辑 Amber在FX队内主要担任rap饶舌的部分 不过这次在solo专辑中大秀唱功 并参与整张专辑的词曲创作 展现于以往不同的面貌 我大概三年一直在写歌 写歌 写了很多 可是 孙仲跟我讲 我们先做一个迷你专辑 先做一个迷你专辑 所以还有很多剩的歌 还有很多那种歌 可是这个专辑我想要 给人家看我的 我真的是谁 Amber在南韩演艺圈 拥有出了名的好人员 专辑利奥少女时代队长泰妍 及选秀节目出身的Eric Sam跨刀合唱 主打歌曲MV除了泰妍以外 还找来多位好友一同参与拍摄 像是God 7的Jackson 原作偶像GOD等人 而谈到与大前辈泰妍的合作 Amber第一句话就特贼 因为她泰妍的部分 泰妍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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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对不起 泰妍姐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前辈 我也很喜欢她的声音 所以我 因为我也出道之前 我是她的 就是很她的fan 因为她唱得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就说 如果有机会 我想跟泰妍姐姐一起合作 所以 做了 YES 超开心 谈到最想合作的台湾艺人 除了歌迷都知道的王力宏外 Amber也想和心目中的传奇 张慧妹合作 刚结束SMTown演唱会的Amber 直说接下来 想多来台湾办粉丝见面会 感受台湾歌迷的热情 中央世界的张志燕 范逸佩 新北市报道 民航局和陆委会日前接获大陆当局通知 上海飞航情报区 在台湾海峡的M503新航线 将于29号正式启用 航机实际飞行时 将自海峡中线 往大陆方向西移六里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 这条503航线 为国际民用航线 军机不会使用 我国防部也强调 国军能有效掌握海峡空域的航机 持续密切注意空域动态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实际上 感谢您的观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